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 长官梁振英出访马来西亚吉隆坡 出席第十二届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领袖论坛 论坛期间梁振英与泰国总理巴裕进行会晤 梁振英说香港与泰国在多方面可以进一步合作 包括商贸和旅游 过去两地的贸易数据增幅亮丽 希望今年能延续良好势头 论坛期间梁振英还与柬埔寨首相洪森 老挝总理通行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缅甸总统吴登胜 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就促进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交换意见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示 在公布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公众咨询报告及方案后 特区政府未来两个月会争取机会到社区宣传 让市民更了解方案 并尽力游说议员争取在立法会暑假休会前通过方案 我们做了政改工作这十几个月 当然是知道政改这个议题是很有争议性的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也是可以理解 但是对于希望在2017年可以一人一票 选特首这个诉求 我们也是听得非常清楚 我希望市民尽管有不同的意见 尽管的方案和他们自己心目中的理想 有一定的距离都是大局为重 以香港整体和长远的利益为依归 走出这一大步 给香港的民主的发展 可以有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给全港合资格的选民 可以一人一票选这位行政长官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 从今年5月4日开始 推出优化人才入境措施 并推行试验计划 吸引移居海外的港人子女回港发展 计划的申请人必须是18至40岁 在海外出生 有良好教育背景和有经济能力 成功申请者将获发一年签证 以便留港找工作 入境处助力处长罗振南介绍 香港的劳动人口到2018年 将有下降趋势 因此要保持竞争力 就要输入外地人才 入境处同时指出 输入内地人才 并不会造成所谓香港人口换血问题 此外入境处还将放宽外地人才来香港工作的逗留期限 优化一般就业政策的投资申请安排 并希望招揽创新科技的企业家来港创业 谈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 一人一票选特首 我们很想有得投票 有得向前走,当然不要原地踏步 香港的未来 我们有识 选特首,我们很想有得投票 一个合合基本法的普选制度 第一次由全港五百万选民普选特首 为香港的未来,真正这个机会 请支持通过普选方案 2017一定要得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今年是五四运动96周年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五四精神经历96载岁月魔力 越发彰显其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影响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曾写道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屹立于世界,则国屹立于世界 少年强离不开教育这一重要环节 在香港,有一位泰国华侨后代 开办私立小学教育子女 被媒体解读为现代版私俗 本期聚焦湘江 我们邀请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陈志思 和我们聊聊他对教育的理解 其实很多人都问,为什么我太太和我 要去搞一间学校呢 很多人都会即时想起 是否我们对制度不满呢 老实说一句,我估计你讲到教育制度 国际化的教育背景 以及多年的海外生活经历 让陈志思夫妇对教育有了更多思考 他觉得价值观是更加重要 并不是课本里面的知识 他觉得学习,尤其是在前期的学习 比如说在小学 最重要是稳得培育,行先 就不是说为了考试,或者高分 跟着就进一些更加好的学校 我太太就跟我说,师父 没有一间可以有我们那种的理念在 所以他跟我聊过之后,我支持他 然后我们自己去办一间很小的书学 2012年,陈志思开办了一所 只有三间课室的私立小学陪生学校 由他太太出任校间 开始的学生只有他们自己的两个孩子 学校规模小,除了实行超级小班教学 师生比例低至一对一至二人外 最特别之处就是校方要求家长高度参与教育 不仅要走进课室坐下来一起旁听课程 每月还举办两次家长工作坊 专门教家长如何教育孩子 希望能够将这种教学模式 一直延续到每个家庭中 我们注重了一个品德培育 以及他的品德里面的理念是我们为主的 所以品德的培育其中之一就是服从父母 家庭的核心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非常富有竞争力 你出去做事也要竞争力 读书也要竞争力 一日考试 所以有很多时候可能大家忘记了最基本的 甚至是孝顺父母 甚至家里的家务 你知道家务在香港现在很多时候都不用自己做 因为可能有请了一些外傭来帮忙 所以在我们学校里 你不要小看我们家务 其实都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的其中一个培训 所以有很多时候 大家很期待 这些都有人教吗 正正这些真的有人教的 你不要期望小朋友是懂的 你不要去教他 所以这个我相信 未必每个人都会同意的 但我觉得始终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 应该也提供多些选择 给其他家长 如今陈志思的长子已经从自己办的小学毕业 升入了香港的一间中学 他所开办的小学规模也扩展到20多人 随着越来越多的毕业生进入主流中学 如何保持教育成果是陈志思不断思考的问题 当然你说如果我们能够教为中学 这个当然是好 但当然要扮认一间中学 难度就高很多 并不是一间小学那麽简单 所以这个会不会将来我们考虑呢 这个我想看看到时的发展 这个我想也都老实说一句 你不可以只是什么都单教学校 其实父母是很重要 因为如果他只是在学校是这样做 回到家是另一套的 如果他家长那种的思维是不一样的话 其实那个小朋友是很混乱的 陈志思毕业于美国著名的文理学院 波莫纳学院 在美国高等院校分为大学 技术型学院 文理学院和植根社区的社区学院 例如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属于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则属于技术型学院 而文理学院则注重本科的博雅教育 所谓博雅教育 脊椎球不分科目培养学生 注重全面综合教育 尤其重视学生的人文艺术素养 所以博雅教育 其实是一个 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模式来的 是一个过程 实在你读哪科 我觉得不是太过重要 尤其是我其实读艺术的 你可以说艺术和我今天做金融 或者就算我参与公职 完全是两码自己的事 但是正正因为我有这样的机会去学艺术 而令到我在思维上想的东西是有创新的 变成了跟我做事的朋友当中 我是零零碎碎的突出了出来 因为我想的事做的事的手法 做法是不同的 所以你说我是不是读一科 两科而帮到我呢 不是 是整个思维上的训练 如果我没有机会读艺术 也都未必可能今天帮得到我做很多事 很多都是同一个 不是从一个纯商业去看的事 而是一个需要有一个宏观的平衡去看的事 陈志斯认为 综合式的博雅教育 不应该只出现在某一个阶段 而应贯穿社会的整个教育体系 作为受惠博雅教育的典范 陈志斯在担任香港岭南大学校董会主席期间 也曾致力推行博雅教育的理念 当然我们正正走向一个传统的观念 到一个可能大家现在在一个新时代 我们是需要去重新去定位 因为正正就是这样 我们以往是纯细经济模式去带动我们的社会 这个当然是继续在的 但是你不可以单靠经济模式 因为内地其他城市都在做类似的事 但为何我们继续保持一个优势 你除了经济模式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艺术 尤其是如果说我们要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来香港 我相信他们绝对不是除了上班九至五的考虑之外 他还要考虑一下这个城市 是否有很多其他选择给他呢 因为他来的时候可能有家人、小朋友来 他会考虑到很多因素的 空气是不是好呢 教育是不是好呢 但我们还需要去追 我想我们在这方面是做得不够的 所以是需要做得更加多的 放手煮晚饭给这个我家吃 我自己会洗的 我自己看啊 这个其实很厉害 忘记哪些是洗过哪些没洗过 我做得很远 我这个都没有撕 还有会搞到整艘都是菜 有些东西很难不得 很臭 五个小朋友在义工和老师的协助下 要为三十多人下厨做饭 这对于没什么烹饪经验的 对他们而言难度很高 妈妈有时做些炒饭 帮她盛一盛饭 这里好像 分量大一点就 好像难一点掌握 其实家人很少给我们 自己进厨房的 平时自己进厨房 煎鸡蛋也不给的 到底都是小孩子 要付这么大堂的呢 有时会有小小 好像打手不成小 但他们肯做 肯学 都解决到的 即便是手忙脚乱 小朋友还是按时完成了任务 前来品尝菜肴的老人家 也陆续到达 他们参加的是学校主办的 生命小领袖计划 同学要自行构思 做一些能够让世界 变得更美好的事情 这五个小朋友 则选择到这个免费饭堂做帮手 这个很出乎我意料 初初我跟老师联络的时候 我都心想 好不好请老师 选一些在家里都有做下事的小朋友 后来我都没有提出表现 有些出乎我意料 很有心去做 带饭给这些老人家 他们会很开心 帮我们浸水 又帮他们拿饭 真的很乖 我看见那些小孩说 很开心的 虽然他们是我们不懂 但是他们都是有一些 有需要的人 所以可以帮到他们 我都很开心 除了做饭 他们还负责洗碗和打扫 对他们成长有帮助 因为他们其实做的东西都是解难的 就像刚才这杯 这么淡得太高就会淡了 他们会因应的情况 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工作 这个人打扫一口 感谢您收看本期香港传真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可通过网络及社交媒体搜索香港传真 您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CNCHKTV 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我们下周一回 观看 期明 好 uyo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